來到石翔玉的攻擊 石翔玉在第一次攻擊打右外方 其實整個攻擊內容是蠻好的 但最後被揭殺 這一次在挑戰右外野 就敲出了安打 剛剛第一次的羊角比較高 這次再稍微修正一下 敲出了平被安打 打得還蠻平的 今天也不過是蘿莉被打的第三隻安打而已 蘿莉明年應該可以歸 台灣人 本地人 本土這樣子 機會啦 走了 有戰術 這個時候在中外野方向 最後落地行前瞻打 這沒辦法 吳東榮配合戰術的執行 敲出了中路地帶的一個德州安打 有一點 Lucky 那石翔玉的袍類也算是蠻仔細的 有確認 是先比較靠近二壘壘包 沒錯 確認球是落地之後趕快來往前推進 如果沒有確認的話 這個如果往回再往前有可能會出去 在中間比較靠近二壘這邊 觀察一下等球落地 一個很正確的一個判斷 這個跑壘 從自由球員 的一個規定 中間方向 投手接球 從二壘再往一壘上 Double Play 雙殺手臂 能幫修修 P2K 就算是火哥在這個 天哥在跑壘 還是一樣 是變成是雙殺 結束這個半局 未創容的公事